好,我们再来看一下FBA的一个流程 那么FBA的流程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 第一个呢,是由我们在FBA后台呢,进行创建一个计划 首先呢,我们应该开始先发货 把我们的货物呢,打包好 通过我们后台的计划,做出的指定的亚马逊仓库 然后呢,把这个仓库呢,贴在我们包装箱上 将这批货物发送到后台计划当中指定的亚马逊仓库的位置 发送到之后呢,亚马逊的工作人员呢 会将我们的产品按照上面的一个指示去取出 打开分检之后呢,看出你是哪个类目 然后呢,去进行一个存储 会将我们的产品呢,放到对应的货架上面 那么放到会对应的货架上面的时候呢 也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叫做仓储费 那么所有人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仓储费呢,它费用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贵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意义的一个收费 只是说我们占据了亚马逊的这么一个仓库 那么这个仓库呢,也是他们租来的 我们交易定的费用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这个费用不会是成为我们整一个产品的成本当中最大的一个部分 而且它就基本上属于微乎其微的 很多卖家都反应啊,这个仓储费很便宜啊 只要你的产品不超过时间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呢 存到我们的货件上的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买家下单 那么客户下单之后呢,亚马逊的小机器人呢 会根据我们产品的下单是哪一个订单 哪个类目到货架上去寻找 然后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由我们的亚马逊人员呢 进行统一的包装 在包装上的时候呢 上面会有一个亚马逊的一个logo 那么这个logo呢 就是由Amazon客户拿到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它是整齐的 干净的 而且是完整的 最终呢 由我们的合作商 他们亚马逊的合作商 配送到我们买家的手中 那么这个配送到买家手中呢 这里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就是FBA的一个配送的话 其实还好了 它这边有的时候呢 采用的是本人签收 也有可能会发放到我们客户对应的 设键箱里面 那么这里呢 如果要是说货物丢了 那么这个赔偿啊 是由我们亚马逊来赔 如果这里要是说 大家自己自发货的情况下 自己自发货去配送产品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货物丢了 因为这个美国呀 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呢 这边的话 大部分都是本人签收 一定会找到这个产品 绝对不会丢包的 但是呢 在国外 他们很多邮递的 是基本上放到了我们 那个客户的油桶当中 尤其是美国农村啊 集中的同类的油桶 那是谁的包裹谁拿走 那确实当中不发一些 拿错了的包裹 还有一些什么 故意拿走的一个包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呢 我们的卖家 在发货的时候 我们的补发邮件 一定不能少 切记 一定要是 发出货物之后 自己都要去跟踪 大概这个产品 什么时候到了 我们就要提醒一下客户 这个产品啊 大概是什么时候间到 然后呢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个产品取一下呢 这个产品如果再取出来了 你要是有什么 很好的建议 或者一些很小的意见 或者是一些意见呢 可以向我们提 可以向我们提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满腹的解答 所以说这一块 我们都应该时时刻去提醒买家 千万不要等了买家说 哎 亲 我的包裹到哪了 我的包裹怎么没有找到 那这个时候 就完全是愿我们卖家自己没有做到位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做服务啊 应该让买家没有毛病可挑 就算有责任 那么也是希望 我们卖家完全都做到位了 然后再去跟我们的买家沟通的时候 责任确实不在我们 就算他再怎么投诉我们 我们也可以向亚马逊进行申诉的呀 如果证据确讨 哎 那这笔的赔偿金不是由我们卖家来出 而是由亚马逊平台来出 所以呢 记住 在发货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到自己的利益 同时呢 前提条件 你必须要做到位 好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呢 我们发货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首先 第一步 由我们的卖家在后台创建FB计划 通过计划的这一部分呢 把给产品进行打包 发货 最终呢 由亚马逊进行签收 签收之后呢 把这个产品呢 进行一个分解上架 上架之后呢 客户下单 然后把产品取出来 最终由亚马逊进行 统一的包装 然后最后统一派送 这一整条流程呢 就是我们FB的整个过程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对FB的过程呢 有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在过程当中应该有哪些细节 大家应该注意了 那么里面会涉及到一个投诚的一个问题 投诚发货流程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第一步呢 现在我们的后台创建商品的列表 在列表当中呢 就能够看到出我们到底是要将几条listing发送到FBA仓库 那么把列表自制作出来之后呢 亚马逊这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地址 需要我们把地址直接写上去 打上去也可以 或者直接打印条码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有个打包装箱货物 那这里会有个小细节 打包装箱货物的时候 大家记住 我们装一箱的时候 我们一箱一定要小于50磅 如果这一箱呢 超过50磅 那大家一定要贴上teamlift这个标签 因为这个teamlift的标签呢 是人为提示的作用 它起到让我们的亚马逊的工作人员看到 这个箱啊比较重 是超过50磅了 所以需要两个人来台 而不是由一个人操作 万一对人体造成伤害的话 那么同时呢 你要没有贴 你要是没有贴 反而对这个亚马逊工作人员 造成了一个伤害 那么亚马逊是可以惩罚到 我们FBA绩效的 以后你想要发FBA的 那么这个绩效呢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可能以后发不了呀 或者说我们就发的库存单位 是有额度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小细节当中啊 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还要准备商业发票 如果要是做欧洲站的卖家们 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注册VAT税号 是我们每个人实在必得的 而且每个人呢 都要去做这个VAT 这样的话 才能让我们的客户 能够知道 有一些商品呢 它是都需要我们VAT的一个发票 这样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之内呢 满足到我们的客户 就不会遭到客户的投诉了 因为很多现在目前的卖家呀 做欧洲站 并没有去做这个VAT呀 那么很多买家呢 去要了这个VAT发票 很多卖家呢就开始头痛了 就不知道怎么去办了 所以呢 是希望我们在座各位卖家 一定要遵守亚马逊的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本来呢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卖的贵 他卖的也贵 你交税 他也交税 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同样的环境下竞争 很多人呢都会想 那我是不是先不要做这个VAT呢 那这里呢 如果大家是说 你真的想长期玩这个亚马逊 那你最好还是要准备 那目前呢 美国站呢 是不需要VAT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准备好生意发票之后呢 将商品运送到港口 办理出关清关手续了 那么发到目的帝国的时候呢 再帮我们办理入关的一个手续 最终产品流向 我们亚马逊库存的物流中心 好 亚马逊FBA的这一块呢 它将过我们的产品呢 划分成了几类 那么FBA产品呢 主要划分成两类 第一个是按照产品的性质来分 分为媒介类产品和非媒介类产品 那么媒介类产品和非媒介类产品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款产品啊 能否传递信息 如果能够传递信息的产品呢 我们都把它称为媒介类产品 如果不能够传递信息的 那都是非媒介类产品 那像媒介类产品当中呢 是有书籍 音乐 DVD 光盘 游戏光碟 那么这一系列呢 都是我们的媒介类产品 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非媒介类产品 非媒介类产品呢 就是不能够传递信息的 你像我们一般呢 所卖的产品呢 都是非媒介类产品 什么香包啊 太阳镜啊 还有手提带呀 割户啊 等等产品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好 那么按照尺寸分呢 我们会分为标准尺寸和超尺寸 那么在标准尺寸当中呢 也会划分为小标准和大标准 那么标准尺寸的一个尺寸条件是 重量不能超过20宝 长框高 各不能超过18 14 8英寸 所以呢 这里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单位 一定要牢记于心 因为以后我们所涉及的费用 那么收费的时候呢 都会按照这个产品的尺寸 来进行划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标准尺寸当中 里面划分为了小标准和大标准 那么小标准的长度呢 是长框高 不超过15英寸 12英寸和1.9英寸 大标准尺寸呢 长框高是不超过18 14 8英寸 超尺寸产品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oversize了 在oversize当中呢 会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 小超尺寸 小超尺寸的一个尺寸的一个标准是 最长边以及中边不超过60英寸 30英寸 重量不能超过70磅 那么在超尺寸当中的 中超尺寸 是最长边不超过108英寸 重量不超过150磅 那么大超尺寸呢 是最长边不超过108英寸 重量不超过150磅 那么特殊的超尺寸呢 是最长边大于108英寸 重量超过150磅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亚马逊平台上 FBA给我们的产品所划分出的标准尺寸 那么以后呢 大家只需要参考到标准尺寸的一个尺寸规格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数据 重量小于20磅 长宽高 各不超过18 148英寸 那么现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FBA的一个收费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我们FBA呢 也正在逐步的一个优化 FBA的费用呢 以后就不会分为这么多的费用项目了 它以后只会统称为订单处理费了 但是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去变革 那么大家先可以按照这个尺寸来进行一个计算 那么这里呢 我们的费用呢 其实呢 都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的 所以呢 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亚马逊市场上 以及亚马逊政策的变化来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数据呢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每一天呢 甚至是在不同的时期段呢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收费政策改变 希望大家尊重我们后台当中的 有个重要通知 根据重要通知里面所通知的数据 进行一次调整 那么现在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调整 就先按照这个来啊 好 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在配送尺寸的时候呢 我们会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标准尺寸非媒介练产品 以及标准尺寸媒介练商品的一个费用的划分 不管在哪一个类目当中 划分的时候呢 产品都会有一个客单价 如果要是说超过300刀 那么我们亚马逊是不会给大家收这个 FBA的一个订单处理费用的 因为这一部分的费用呢 亚马逊在抽佣金的时候啊 已经抽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不太好意思 在收我们这个订单处理费了 但是呢 它的仓储费是依然要收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它的费用情况 按照我们产品的商品尺寸 它的售价是低于300刀 那么这个时候呢小号标词我们所需要收取的订单 处理费每一个是一美金 取件包装费用会收大家1.06 服装费用的话是1.46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一个产品是一磅重以内的 那么你应该交的订单处理费是一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0.47美金的一个总和 好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表 如果这个图表呢超过了两磅 超过两磅的话就是属于大号标准尺寸了 那么在大号标准尺寸当中一磅重的话 我们收取的费用是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0.82美金的一个总和 那么这个是大号尺寸一磅重的订单处理费用 如果要是说超过两磅重的话 那是超过两磅的部分呢 要加收0.35美金 那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大号标准尺寸当中五磅重的一个产品 它的一个订单处理费用是多少 那就是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1.66美金 再加上0.35乘以5减去2 就是把我们的超过两磅的部分呢 是三磅 那么三磅呢 是乘以0.35的一个虚重 之前加上前两磅是1.66的一个费用 再加上我们的订单处理费用 以及取件包装费用 那么这个呢 得出的得数呢 就是我们五磅重的一个费用 好 那么我们同时再看一下标准尺寸每一类产品 那么这一类产品我们该怎么去收费呢 如果要是小号标准尺寸 我们所收的一磅重的费用是 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0.47美金 如果是 那么大号标准的话 一磅重收的费用是 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0.71美金的一个总和 如果是两磅重的大号尺寸是 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1.95美金 那么超过两磅重的部分是 我们再举一个五磅重的一个例子 五磅重的话我们所收的 订单处理费用是 1美金加上1.06美金加上1.95美金加上0.37乘以5减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标准尺寸每一类产品的五磅重的一个收费情况了 那么上面的这个图表呢是给大家讲解订单处理费用的一个收费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是仓储费用 那么在仓储费用呢 我们这边收费的方式的是按月收的 就像收月组一样 那么订单处理费呢是按订单的个数来收的 如果你出了订单他就收 如果你不出了订单他就不收 但是不管你出不出订单 仓储费是依然要收的 那么在仓储费呢 我们这边也是划分了一个不同的月度 那么1月到10月的我们标准的尺寸是0.54立方英尺 收取0.54刀 那么要是说大号尺寸呢 每立方英尺的收取的是0.43的一个费用 那么到了11月到12月的这段期间呢 我们的仓储费用调整的是每立方英尺2.25刀 那么超大尺寸呢是每立方英尺1.15刀 那么这个费用呢是属于常规的仓储费用 指的是你的产品一入到亚马逊仓户的时候 是停留了一共是6个月之内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价位去收费的 如果大家的产品呢 要是说在仓库当中超过了6个月 小于一年的话 那么我们会加收一个延期的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呢 是在这个费用的基础之上 再去增加每立方英尺 如果要是说标尺的话 每立方英尺11.25刀 所以呢 大家要想象到 如果你的产品在6个月当中没有卖完 你是不是应该退仓呢 如果你不退仓的话 我们一个仓储费用那个增加也是非常多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要是说在旺季的时候呢 或者说再怎么样的话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的产品全部卖掉 好了 如果你的产品呢 要是待了一年以上 待了12个月以上 那以后的费用呢 是在这个的基础之上 再要去进行一次叠加 叫做一定还要再交一个22.5 22.5刀每立方英尺的一个费用 所以大家要知道 超时了 我们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超时的费用呢 是在原本你正常收费 正常收取仓储费能基础上 额外在增加的 希望大家谨记的这一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